我們是會由現時開始 是會暫停有關禁止無面法的執法 等到再有進一步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才決定如何處理這件事 警方說10月至今 單純被控蒙裂法的個案共三宗 當中只有一人被落案控告 而且未到審訊階段 會再和律政司商討安排 高等法院袁仲廷 昨天罕有安排兩個法官 一同審理案件 裁定緊急法違反基本法下的憲制架構 而金蒙面法禁止市民 在不屬於非法集結的情況下蒙面 是不合比例限制個人自由 同屬違憲 法庭押後至星期三 拼取各方陳詞再下判令 社會上隨即有人提到要尋求人大釋法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 還未到最後裁決 有機會被上級法院推翻 現在考慮應不應該釋法 還是言之上早 東網記者曾卓文報導 曾卓文報導 曾卓文報導 中文字集齡 詳細 雙方 文字集齡 啟り